第三次 上次告人 上次那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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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火 卡火 凌晨兩點多 館長開直播 但躺在地上 顏面表情痛苦 因為他 中槍了 我中了兩槍 希望大家 如果這一次我不幸死的話 請大家 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即使是硬汗 但身中三槍 還是痛得不停哀嚎 透過直播 全程放鬆 請大家照顧我的老婆 跟小孩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還有我的媽媽 拜託大家 大腿一槍 我感覺大腿一槍 救護人員替他包紮 疼痛感加劇 館長幾乎 說不出話 趕對地表 最強悍男子開槍 槍手翻後 快跑離開 被槍指責的路人 嚇著蹲下聲 照掩護 暗夜槍響就發生在 28號凌晨2點22分 當時館長準備搭車 離開健身房 人才坐上車還沒關門 埋伏多池的流性嫌犯 立刻衝上前 近距離開槍 館長槍傷集中在右半身 嫌犯隨後坐車逃逸 犯後8分鐘 又自行帶著槍枝和子彈 到附近的派出所投案 開槍松閒是23歲的流性男子 這個月初才在健身房 騷擾館長遭到網友肉搜 不滿被網友起底持槍報復 動機真的這麼單純嗎 槍和子彈哪裡來的 諸多一點引發外界質疑 三宣新北總報導